相扑是一项类似摔跤的体育活动,更是日本的国际,相扑选手在日本被称为国手,是相当崇高的职业。 但这却不是平常人能玩的东西,相扑选手一般都虎背熊腰力大如牛,体重是正常人的好几倍,因为体型庞大,他们每天都得大量进食才能补充必须的能量。 出生于1964年的伊曼努尔·亚伯勒,身高2米10,是这个领域的绝对王者,号称相扑之王。 他从小就身材高大,12岁的时候体重就达到了228斤,凭借天赋上的巨大优势,亚伯勒很快便在相扑界闯出名堂。 他的大腿维度接近2米,因此他也获得了大象人的称号,一般的相扑选手重300斤左右,能达到500斤的很少, 而他体重高达史无前例的830斤,因此他也成为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最重相扑手,同时也是体育界最重的运动员。 巅峰时期的亚伯勒在相扑场上几乎是无敌的存在,他先后多次拿到美国相扑公开赛的冠军并且未尝一败,令很多对手都闻风丧胆。 亚伯勒每年光比赛收入就高达600万,除此之外,他还接到了许多商演代言活动,同时也参演了《监狱风云》等著名影视剧,吸金能力十分强大。 他也成为了身家数千万的富豪,亚伯勒不仅职业生涯堪称完美,退役后还娶了一位甜美的娇妻,是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。 但由于他实在太胖了,娇妻也坦言说每天晚上睡觉都很害怕,好怕他会翻身把自己压死。 亚伯勒超长的身体给他带来了许多困扰,他不仅因此提前退役,各种大病小病更是紧追不舍,长期不健康的过量的饮食给他的器官造成了巨大的负担,更是潜伏着折寿的危险。 果然51岁的时候他不幸离世,虽然妻子继承了千万遗产,却一直没人追求,你怎么看待他的一生呢?欢迎留言讨论。